这个手机号码串接 然后有用了ID加111号 然后再加Test 然后录制区集把它做完 并且在程式上加上注写 部分就这样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前面的这些练习 请各位自行练习 这个如果没讲到自己把它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你用插栏数里面用Left 你就找Left 然后这个里面的四个 因为这样子一定是装左边的 左边就是前面 然后几个字你就输入几个字 四个字 然后就帮你把字抓过来 上下填满 如果要两个字 你就把后面的这个参数改成2就可以了 所以上下填满之后 这边输入2 把它改一下 就两个字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要前一个字 然后加上称位 称位这个要判断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是 先抓这个的前面第一个字 所以这个一样是用Left Left 1 有没有这个的Left 1 一个字 然后串接后面的称位 所以and后面的话就用判断的 如果是男生 那就是加先生 反习就是小姐 那就是什么 在and后面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OK 逻辑的话 这边可能要改逻辑 If 如果它这个里面是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的话 后面这个男生女生 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这个记得 要前后加双 如果是男生的话 这个条件为处 那就是再串一个先生 先生 反之的话就小姐好了 OK 先生 这个因为前后会自动帮你加双 你看 所以其实你不加也没关系 小姐 这样子 它就会按照这个性别 自动去串接 后面到底是先生还是小姐 OK 这个也许自己再玩玩看 Rise可能比较简单 Rise就是取右边的 还有LEN跟Mind 不过Mind上个礼拜同学也有问到 因为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要取 什么 从开始 而且这个用Labs也可以 不过它这边因为用Mind 你就用Mind 所以这边一样用 它是文字 然后Mtitle 就用Mind Mind这个函数 这个字串给它 然后夹一个字串 开始就第一个字 然后取四个字 理论上会得到是0551 不按确定之后得到什么结果 你会发现 老师为什么它变成公式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个 那请务必要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跟各位讲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按右键出称了格式 这跟格式有关系 格式预设一定是什么 通用格式 但是你会发现 它把它改成文字的话 如果你的格式变文字 它出来的就会公式 那你想说它怎么改回来 很简单 一 请你改成通用 OK 可以哦 先把它改通用 按确定 但是你想 老师为什么没改回来 还要做一件事 把它这个公式输入一下 算的话呢 就OK了 特别说 就是改了格式之后 记得呢 还要再打勾 OK 它底下其实一样 所以像这样填满 它填满之后 它当然不是开始 所以从第八个 所以你这边可以改 本来是1 你可以把它改成8 然后几个字 5个字 那你就把它改成 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呢 自己再把一些相关的函数完成 那train的话 这个可能就比较特别一点 这个地方有个train这个函数 T开头这个 那这个主要是删除文字当中的空白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拿掉 你会发现哦 向下填满 他就把多余空白拿掉 但是有个问题 你想说 中华民国跟远传电信 那为什么多了很多空白 因为train 对什么呢 针对英文 因为英文字跟字 本来就会有空白 所以它要保留 那怎么办 那我在云端上有用另外一个 叫subtituture 跟那个call call的话就判断中文 如果是中文 不要保留空白 但是如果你是英文 那就 就是啊 就直接空白要保留 那怎么办 其实这边有另外的解法 那请各位也许可以参考云端上面的说明 这个可能就难度比较高 今天主要练习就是 前面这些函数 跟两个综合练习 还有录制聚集 OK 那时间也稍微刚好 不然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K OK 谢谢观看